大家好我是小林 每天给大家新增火爆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华爱消息 小伙伴们注意啦 中国这次真的是彻底完了 末日来临了 彻底绝望 最新消息就在刚刚 你们没有想到中国政府突然宣布 延迟退休正式开始了 男的女的不男不女的全部一个都不要放过 不要放过他们 而且这个里面的细节相当丰富 信息量相当巨大 我一看不得了了赶紧给大家分享 为什么我说你只要认真看里面这个条款 你就知道中国人完蛋了 我再告诉大家 中国人真的这命都没有了 这一次 这个 所以这个怎么个情况 我等一下告诉大家 等一下我们根据这个条款 你一看那个魔鬼在细节 魔鬼在细节 证明什么 证明这个包子他急了 他他他他他飙了 你知道吗 这个才过两天 你看人家这个台台湾民主社会 这个全世界啊 要一读 二读 三读啊 这个立法院那个讨论 中国没有啊 重出方案啊 再这个再公布 再再到实施 多少 两天 两天就来了 你想想啊 细胞就完蛋了啊 这个出大状况 另外一头就这个消息嘛 就因为这个消息知道吧 今天整个股市崩盘 是吧 崩盘引起什么 所以这个一环扣一环 那大家不千万别以为延迟退休 就延迟退休 大家都没信心呢 你想你想到这个未来 哇那是灰暗的 那大家还投资吗 大家还生孩子吗 这个将会形成一个打开 这个推倒这个多米诺的骨牌 打开潘多拉的摸盒 那就是吧 那才是刚刚开始了 这才哪到哪呢 所以这个不得了啊 股市崩盘 还有一系列的什么 经济数据 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所以这将会掀开啊 中国全面崩溃的这个这个这个 大戏啊大戏啊 另外一头啊 外面又有状况 就是欧盟啊 欧盟刚刚宣布了啊 就是对中国啊 对中国进进口商品 直接什么直接拒绝 直接拒绝不要啊啊 不要你说这个是完蛋 从里到外 没有一个好消息啊 所以这这不得了了 我们具体情况 我们详细来分析分析啊 详细来看看新闻 详细来看看啊 先说说这个延迟退休呢 这个象征着一个新的时代来临啊 啥时代啊 黑暗时代 暗黑时代啊 大魔王诞生 这个全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啊 这个常委员会关于实施 渐渐是延迟法律退休年龄的决定 决定了通过啊 反对的有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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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通过啊 所以才过了两 你要是吧 迫不及待 做这个工作做的太久了 实在不行了 你说里面的人想不想拖里面的人想拖啊 你中国人还能崩溃啊 就底下打工的人他是想拖的 我坐一天和尚敲一天钟 是不是 我我把这个东西拖完 我我我换接呢 我我我可能我退休了 是不是 你你想底下的比如李强什么 他管你那么多呢 是不是 他是不想接这个查的 但到最后什么 拖的不能再拖了吗 很简单嘛 是不是啊 所以就是嘛 所以现在就拖的不能再拖 终于是出来了啊 这证明什么啊 证明证明这个这个东西已经啊 是到了穷途末路了 根本就发不出去工 明天都发不出去了 那这个根本的没钱的国库空虚了 所以是吧 所以才才是这个霸王硬上工呗 你没办法呗啊 所以这个这个人力资源 与社会保障管理部部长啊 这个也是跳出来嘛 这个叫王小王小平的这个玩意啊 这个玩意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啊 这个发布会嘛 搞了个发布会给大家介绍 他跟他说什么呢 他说调整法定退休年年有助于什么 增加劳动力啊 有效供给哎 能够减缓劳动年年人口下降的趋势啊 保持啊啊 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他这句话 这就简直是瞎说 中国现在缺劳动力吗 中国要增加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吗 不是啊 所以这就是中国跟所有西方国家最大的一个区别 中国 第一了 当然这个他这个就是延迟给退休金 说就不好听的 你是35岁都没工作呢 还还说65岁呢 所以这这这存扯嘛 但这这什么呢 这就是出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现在大把大把的大学生啊 都找不到工作呢 都如果都能有条件的 你像我啊 认到认到外面去了 在外面要混口翻车 是不是啊 里面现在真的难呢 你说多少年轻人都找不到工作呢 那细胞这个这个这个占的毛坑 是吧 你也说他这个增加劳动力有效供给 这不开玩笑吗 人家日本不一样 人家就没日本 美国人家什么 人家是真没真没人做 那是日本学学学生的这个这个大学生的这个就业率 达到这个历史最高 只99%没办法 你想做就就就能做 人家还要请外国人来做的 自己都没办法没人做 每年要引进大量的留学生 留学生一来给给你开开个公卡啊 那个你赶紧去工作去赶紧啊 那个不然那个这个缺口的 这个就每年的召集几十万个留学生 就就这一块 没办法啊 就真的不够人做 他是 所以 在说的 除了这个以外 还说到什么 这个社会经济动力活力哦 他他不不退休了 他就有动力活力 中国的动力活力问题在哪 问题在于很多方面 比如医疗 比如就就比如就一个牙科 我不说其他的 日本也好 美国要很多老人家七十岁了 开这个哈雷机车在高速公路上面跑 你看到他很健康 为什么 人家保养到位 就像那个汽车一样的 天天保养好了 你知道吧 那个车就就走的很好 就保养的很好 是不是 所以人人家就能就能飙啊 人家这个走走到外面去 大家中国的中央委员各个身体 都都是挺好的啊 都九十多一百岁的啊 是吧 所以就要有一个完整的这个医疗体系 甚至什么你很多中国老人家牙齿都掉光了 他都没有办法 你知道他出去吃个饭 他都没本事 所以就整体他为什么没有活力 因为很多东西没搭配 很多东西没有搭配 他的健康年龄有没有有没有到位啊 所以就是这些东西都会影响整体的活力 你不用你不给他发退休金 越不发退休金就越没活力了 为什么 现在多少年轻人在啃脑 我问大家这个问题 要是我不是跑出来混到口饭吃 我在国内 我肯定现在就在吃老人家的退休金 我不怕告诉大家 真的 所以就 我肯定躺平 如果家里面还有几个老人 老人家要退休金 我就我就躺平了 为什么 所以老人家一旦你不给他退休金 这个社会就更加没钱了 说就不好听了 你把社会的钱给抽干了 他还会有活力 没有更没活力了 是不是 你啃脑也是消费 是不是 啃脑比创业强多了 家里面有一个人创业 那不得了了 那完蛋了 是吧 千万别创业 你在家里面啃脑大不了 给你一双筷子 多吃一碗饭 你去创业 吓得了老人家够呛 是吧 你还是啃脑吧 你别创业了 但是回头说里面 这个法定退休年年 什么 所以他这个东西说一千到一万就是要搞钱 就是不给钱 那现在呢 遮遮掩言 就说什么用15年的时间 延迟到63 然后延迟到55 58 那这是一头子 大家千万不要给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什么 用来忽悠大家的虚晃一枪 以为55J没有65 好像58J 63J 你看这个还行 这就小清新了 这就被他骗了 为什么呢 你看他还有另外一个 叫做什么呢 批准国务院啊 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对本办法进行补充和细化 你看到有这么一句话 啊 就是什么 所以他一直都在 就是试着试着来干啊 试着试着来干 什么意思 你看我前两天是不是说的很准 我说他先放一个审议中 然后你们没反应吗 没人上街吧 没人造反吧 是不是 那没人造反 就是什么 那就可以实施了 是不是 如果你前两天 哇 全国人民站起来了 这个起来不愿做奴地 我不不做奴地了 这个 不愿做奴地 是吧 这个 是吧 所以这个 然后这个什么 白子革命了 不得了了 这个习近平下台 共产党下台了 他这个东西可能就不会出来 所以现在他怎么看的情况来 你们没什么反应 是吧 你们没什么反应就干 所以说到这里 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如此悲观 就是因为什么 从头到尾 全中国人没反应 这就麻烦了 这 这会是最后一次延迟吗 肯定不会 大家这个我们等一下说 说我先说完这个东西 然后他还有一句 叫做什么呢 国务院 这才是关键 其实国务院关于这个延迟退休年龄 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将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连线 从15年 逐步提高到20年 这才是关键 你呢 延迟多少 其实都不是 关键是什么 关键要让你多交 你为什么 这个东西万变不离其中 里面 连年 这是63 不是65 或者 关键是什么 关键很简单 一个资金盘 说就不好听的 这个社保就是个庞氏骗局 庞氏骗局就是什么 一定要有钱进来 然后少给出去 很简单 这就是个支金盘 那很多时候老百姓以为自己占的便宜 其实不是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都明白 你比如通讯运营商这个东西 很多人都没看懂通讯运营商 你发现在任何社会通讯运营商 比如什么中国移动中国电线 它永远是搞很多的优惠活动 你发现是不是 我来到日本 你发现日本搞出销 搞得最厉害的 也是出通讯运营商 日本其他行业都非常佛系 唯有通讯运营商最积极 为什么 有时候老百姓开了一个很便宜的套餐 以为自己赚了 这就没看懂别人的资金盘 通讯运营商是什么东西 通讯运营商是 它整个成本是完全固定的 什么意思 交换机是不是全部开了 你老百姓打不打电话 你上不上网 你占不占用带宽 它这个交换机的成本有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交换机也好 然后这个交换机放的这个屋顶 它要给租金的很多 然后这些整个成本是没有变化 它都开了呢 你老百姓打不打电话 它都开了 关键是什么 把钱收上来 所以它成本是固定的 关键是什么 搞一系列的 你们觉得很優惠的活动 只要钱招交上来了 就可以了 所以这就是通讯运营商的一个模式 然后社保很简单 你甭管那个几岁退休 都都是这个次打烟幕 关键是什么 让你多交五年 从十五年延到二十年 你要交够二十年 不然你就拿不到 这就多收了五年了 所以这才是关键 不然你是领不到的 这条规定日本是没有 我看过了 日本你交多少领多少 没有最低限制 反正你可以领很少 你交一年 你就只领一年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就这就多收五年 这里才是关键 你必须多交五年 你就多交很多钱 你想想 现在一年可不是以前一年 而且将来五年之后的那五年 那个钱 跟你 你像我刚毕业的时候 一个月才几百块 现在一个月多少钱 现在一个月三千块 上海 再过五年到时候 一个月就四五千 一个月六千 所以这个数字是相当庞大 因为现在这个数额大 多加五年都好多钱 多加五年都好多钱 所以这是一头 另外一个 中国的领取标准呢 不太透明 我看日本非常透明 就你交了多少 能领多少 给你算得清清楚楚 都有官网有什么全部算清清楚 中国网很多都是糊涂账 到时候你这个算不算 很多时候你交了都可以不算 你这个是无效缴费 他可以这样 你这个是什么挂靠的 你这个是不合规范的 所以你这个不算 或者说到时候至少连续 或者怎么样 给你来很多这个猫腻的东西 要玩可以玩出花来 我可以告诉大家 没有那么简单 在这关键说一千到一万什么 走出第一步 只要走出第一步 你们没有反抗 后面可以一个接着一个来 所以关键什么 关键现在中国共产党走出关键一步 对所有人来讲 其实对所有所有人延迟退休 少发退休金都是利空 都是损失 就他出台一个对所有人 都是损失的一个政策 就是彻底摊牌 彻底摊牌 有的人觉得我已经退休了 这个也错 因为他少给了这个社会的经济会下行 说一千到一万 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个资金池多收了钱 他少给的钱出来社会 整个社会的消费力也会下降 很多消费就是老人家退休金在消费 或者说肯他老的那个年轻人在消费 反正这个钱给出去的 就到社会上面就可以运转 那一旦这个钱没出去 这就彻底是这个社会的钱就更少 啊 这就更少 所以这个我们关键的分析影响 然后这个你说这个什么中国一个时代过去了 这些时代就过去了 反正就之后就什么住房养老金啊 这个房地产税也好 什么都好 搞搞搞一万个名堂 这些都会在路上 这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 只要开了这个口 只要中国人不造反 之后可以再搞一千个名目 出来搞搞老百姓搞个这个清空权中国 所以这是彻底完蛋啊 彻底完蛋啊 关键的完蛋的关键在哪 就是中国人不会造反 而且中国人没有任何的知情权 也没有任何的权利 然后也没有任何的申诉 没有独立的司法 到时候说你你交了20年 我说你这一年不合规格 你要再交一点 你一点脾气也没有 明白吧 所以这不是那么简单啊 这个只能说彻底完蛋啊 然后就直接就打消任何链头 就打消任何链头 然后这个 所以这个市场也是给出了相对的反应 就今天这个整个中国股市啊 那是全线跳水 上阵指数再创新低啊 人家外面都是很稳定的 很稳定的 再过几天说说不说就不好听的 美股又创新高了 美股很多很强的股票都创新高了 有很多很很优秀的公司都在历史巅峰了 中国不断创新低 2704 今天收盘 也就离跌破2700一步之遥 深层只跌破8000 7900多了 然后创业板指数1500多 全个股市超过4000只股票下跌 就是整个市场陷入彻底的绝望 中国共产党现在只会出台很多这个对社会造成损失 就是所有人都损失的一些政策 中国没有红利了 以后都没有红利 什么改革开放红利 什么什么红利没有 以后都是损失 而且这只是刚刚开始 所以以后都是成本 没有收益中国这个地方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中国今天出了一个数据 就是什么 就只用了五年 席包子把中国的新创公司清零了 哎出来这一个文章啊 来这个金融时报嘛 金融时报说到这个2018年的时候 中国全年成立了五万一千三百零二个初创公司 这初创公司说的就不是一般那个什么什么 注册一个个体工商户 一个统计局的工商局做一个登记 那种我估计是很多了 不止五万了 估计一年有注销的 有注册的登记的 这个是很多的 很多是皮包公司 这五万多公司 应该讲是有一些独角兽 或者有一些这个 这个比比较 规模还行的 像什么大疆啊 什么滴滴啊 这种这个这种初创公司 最起码的什么波斯直拼呢 这种 那到到了这个2023年 没想到这个数字 已经降到多少 剩下一千二百零二家 从2018年五万多家 就这种独角兽企业 到了2023年剩下一千两百多家 再到2024年没想到 今年几乎归零 就当年想当年什么高领资本 红山资本 哇的各种投资 然后这个到纳斯达克上市 中国合伙人不得了了 到今天你看没有几天 没有几年 现在整个中国没有一个初创公司 整个民营企业氛围 整整个中国商业环境彻底坍塌 所以是吧 中国是一个已经处到冰山的泰坦尼克号 这整整个泰坦尼克号 现在在沉默当中 他他他能能挺多久 不好这个不知道 但他就一直往下沉默 就这么这么简单 就是个泰坦尼克号 今天还看到一个就是什么 就汽车这一块嘛 你没想到欧盟那边 给给他拍板了啊 欧盟委员会就说了 中国电动汽车给欧盟报了一些报价 最低进口报价 最低的全部最低的 但是欧盟表示已经全部拒绝 中国给给我们一些报价 欧盟全部拒绝一个都不要 中国一个都不要进来 欧盟说的很清楚 几家电动汽车出口上提提提提交了一些价格 因为之前不是谈那些关税问题吗 重新提交 提交这个东西 人家全部一票否决 中国那些不要 你这全部不合格 他说了审查的重点 中国这些东西究竟有没有补贴 现在一看全部有 不要中国中国不要 这个欧盟委员会负责人 这个东布诺司机下周四 还还还说什么什么跟跟王文涛见面 现在现在人家给给中国王文涛总给中国商务部一个下马 中国电动汽车我们全部不要 全部不要给他加征关税 从10%再加35%到45% 反正就是不要 就这么简单 中国什么什么什么电动汽车 这种玩具车一样的东西 一个电池加加是个轮子 这种东西没有任何技术 没有任何理念可言的这些破玩意 全部全部提出市场 全部提出市场 连商业模式也没有 啥也没有 这些东西 人家也没有市场 人家不买 所以你说外面有这个态度 中国里面有这个情况 彻底完蛋 先说那么多 觉得不错 打开小铃铛